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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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是菲律宾班魁省的达鲁比里部落 当地族人多以务农为生 通往部落的门户 就是这条狭窄的吊桥 台湾猎人学校校长 萨基努带着团圆 拜访从2001年就认识的 鲁伊莎妈妈 猎人学校成员 看着历年造访部落的照片 和鲁伊莎妈妈有说有笑 感情就像一家人一样 如果我们失望他们 我们只会看到那些照片 那些照片 萨基努带说 备忘录希望除了参与彼此的活动交流外 能有更实质面的合作与发展 赛大 也包含了未来 我们必须在彼此的组织上 一起共同去做推动 主要合作事务有六项 一 定期举办 双方领袖专家会议 讨论原住民族教育 文化及艺术等议题 二 促进双方部落 其劳及组织的合作与分享 三 促进双方资讯交流 四 鼓励团体 部落或个人参与彼此的 节庆或活动 五 交换部落发展经验 六 促进原住民族青年 及领袖的经验交流 把这样的签署 让彼此的关系除了更加紧密以外 这样的签署也提供了一个 更明确更具体的一个平台 他们的行动 以及他们的组织能力 是我们这个世代要去看见 甚至去执行把它完成 这次签署的备忘录 不只限定猎人学校 也开放给所有愿意 与科迪埃拉人民联盟合作的 台湾原住民族团体 在彼此所关心的议题上 互相学习及成长 让国际界的原住民族 更团结更有力量 也是新闻巴浪 在菲律宾碧瑶市的采访报导 在这一种下午里 都放在这一公里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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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